大家好 好 我是香港人 但是在台灣很久了 所以中文講得還不錯 台語就不太行 所以如果跟我交流 可能沒辦法講台語 我聽不懂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 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概念 就是 我們跟前面兩位 顧問就是做的事情 方向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我們蠻聚焦在台灣市場 台灣市場其實縮大 應該說縮小也不小 縮大也不大 但是它其實如果做得好 其實蠻多機會可以從台灣開始的 而且台灣是一個 觀光客其實蠻喜歡來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通路 如果你是開在交通的要道 其實它的行銷的效果是有的 我們已經遇到蠻多客戶 因為專櫃或者是他們品牌 是開在這些地方 後來反而會比較容易 進入到現在南向政策 東南亞市場等等的 那今天來分享一個觀念 就是重塑這個品牌力的部分 就是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才有辦法 可能大家手上已經有經一陣子 那品牌要怎麼做 這邊我自己介紹我就不講了 我們歸納幾年下來 就是客戶遇到的問題 不外乎大概是這九個瓶頸 就是因為你品牌在不同的階段 你會遇到不同的狀況 比如說你可能是品牌剛成立 或者是你剛做轉型投入不久 那你可能是在總值階段 大概三到五年的時間 那你會遇到你會需要 建立品牌識別度 你要尋找市場的機會 然後你要定位你的品牌跟產品 第二個階段 你可能就是過了三年 或是五年這個期間 可能五年到十年的時候 你就需要去做扎根的動作 那你需要做比較多的行銷議題 建立你的品牌系統 跟拓展更多的通路 然後最後當然是你品牌 可能已經十年以上了 你就是面臨到更多的成長階段 就是你需要做更大的拓展 那它就會需要針對顧客的部分 增加知名度 提升你的品牌價值 然後還有強化你的顧客關係 當然它裡面有很多事情 你是一邊做 你都是一直要加強 並不是說你總值階段 就不需要顧你的顧客關係 但是它的優先順序有不一樣 你如果前面一個總值階段 你在剛發展的產品都還沒搞定 然後很多事情都還沒有搞定 你去做顧客關係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它的重點不會在那邊 那所以回來的話 我們遇到常常 客戶的狀況 就是品牌很多時候是 老闆說了算還是顧客說了算 中小企業的狀況很多時候 就是老闆說了算 剛剛兩位顧客提到的就是 你的那個客戶或是你的那個老闆 他對顧客其實沒有想像中了解 因為他畢竟是可能這行走江湖比較久 所以就有時候他想的跟實際的狀況會有一點距離 等一下我會分享兩個案例給大家聽 大家就知道 一個就是老闆說了算 從20億一年變成8億衰退 顧客說了算 30億變成60億 那剛剛講到的 就是品牌 當你面臨到市場的時候 你看到的情境就是這樣 那麼多消費者到底哪一個才是真的會買單 會給你們費用 然後願意會買你的產品 然後甚至可以幫你賺到利潤 那這個客戶呢 就是台灣知名的這個家具用品的通路 他就是21變81的那個客戶 大家可以猜猜看他是誰 那他們遇到的狀況呢 就是他們衰退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東西通路都還在啊 但是他每一年的銷售就是不好 慢慢在衰退 我們從一個概念去看 就是顧客服務旅程 他從一開始服務前 接受資訊 服務中到服務後 整個去做檢視 他發現到其實這個品牌發生什麼很多問題 特別是在哪裡 服務前 我們也透過市場調查 了解到他們的品牌遇到的一個狀況是 很多消費者不知道他們品牌裡面的店 現在到底在賣什麼 然後還有取得一個數據是透過市場調查了解的 每一年 大概他們的客人會進去店裡面12次 但是只會買1.2次的東西 消費 他只會買1.2次 所以你會發現 奇怪 你去了10次你才有一次消費機會 是不是你店面有問題 的確我們在發現 特別是在網路的資訊的取得上面 我舉個例子 我最近剛好搬家 搬家完就是需要買一些成價 通常現在會做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上網找 我要找一個鐵架 然後就輸入關鍵字 之後發現 怎麼跑出來 有PC Home 有拍賣什麼 然後點來點去 裡面的店家都是特立屋 我不是要去特立屋買 但是我是先找資料 但是我發現他怎麼點來點去都是特立屋 每一家 就只有他們賣那個商品 沒有其他家 他拿到獨門的貨 所以他壟斷了資訊 在前端的時候 我還沒有接觸 我要進店面之前 搜尋我已經被引導到要去特立屋了 我並不會去這個客戶那邊買 就算他有這個商品 因為他們的網站做得很爛 他們也沒有把他們的商品 上架到其他電商通路 特立屋很聰明 他們為什麼這樣做 因為他知道你會先找資料 你說你會在PC Home 上面買嗎 你可能不會 不見得會去那邊買 因為你最後還是要回到特立屋 因為為什麼 特立屋現場有紅利點數 你要賺紅利點數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消費者在前端 遇到這個問題 然後最近因為搬家是搬家到西門町那邊 我也有一個非常訝異的事情 也是跟通路的資訊有關係 西門町那邊的家樂府 全部都是韓文 而且他們廣播也講韓文 我想說莫名其妙為什麼講韓文 然後他們那個美食街啊 那個牌子全部都是韓文 蔡登英也是韓文 當然他有中文 但是他有韓文 我後來去觀察 因為我去搬家拿紙箱 就是做一點比較那個 就是拿紙箱去打包嘛 然後就觀察他的那個賣東西出來的 全部都是韓國人 而且是晚上十一十二點 因為那一家是24小時 晚上十一十二點有韓國人在那邊買什麼 芒果凍 滿漢大餐的泡麵 黑人牙膏 而且他們不是一隻一隻買 他們是整箱整箱買 我就發現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品牌在經營者的時候 他到底有沒有觀察到消費者在買的時候的那個思考 我後來才知道原來因為有很多那個部落客協 韓國部落客協來台灣要買黑人牙膏 很奇妙 就跟我跟我老婆去韓國收二碗的時候 她也去對方的類似家福的買牙膏回來 我就想說你買韓國牙膏幹嘛 也不能吃嘛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品牌遇到很多問題 就是散落在各個地方 其實就要去思考到底要怎麼整理 然後歸納出有意義的訊息 我們的做法就會從這個概念 從外部產業分析、企業分析 然後從消費者段的市場分析 跟接觸點分析 整理出來你的品牌設定位 跟我們還有設計的服務 從這邊去統整出整個品牌 到底應該要怎麼操作的問題 所以我們後來就有提供他們一個新的想法 那這邊因為商業機密 所以沒辦法跟大家分享 那整個品牌運籌其實它會涵蓋五個層面 從策略、定位、設計、營銷跟布局 都會跟整個品牌有關係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當像那個老闆一樣 就是他覺得他認為的顧客是怎麼樣 他本來以為顧客是25對35歲 數據調查出來是35歲到45歲 落差非常大 行為模式完全不同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從消費者角度的話會怎麼做 那我每一次我都會分享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典型一個消費者觀點的事情 那個麥當勞的早餐 左邊六樣東西85塊 右邊五樣東西99塊 少一樣東西比較貴 現在還在那個貨架上面 你們可以去看 為什麼 那有大家會分享說 疊起來跟攤蓋不一樣啊 對不對 看起來是啊 但是應該不會貴成這樣 貴14塊很多耶 你早餐多14塊 可以多吃一個東西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 我自己觀察 因為我是香港人 我以前小時候 30幾年前 透露了年紀 那個麥當勞 已經有賣右邊的套餐 他是叫 台灣叫經典大早餐 他其實是brunch 就是英國的早午餐 台灣的這個套餐 是大概五年前推出 在台灣麥當勞推出 為什麼跟香港差30年 台灣才出這個 因為那個時候 台灣才開始流行吃早午餐 早午餐定價是200多塊 他們取個一半 消費者的目光進到店裡面 欸 你有早午餐 我買早午餐 他不會想說我菜開這個比較貴 這個就是消費者觀點 在看事情 跟你是老闆 或是企業主 自己看自己產品 你可能用spec 你用功能規格去看 是不一樣的 所以麥當勞賺很多錢嘛 因為多了14塊 所以回到來看的話 其實品牌在經營上面 我們講一個價值定位 不是在講一個 我們講value 不是講那個price 概念 他會分 你要了解顧客需求 商品價格 通路屬性 你的體驗深度 透過有效的品牌溝通 我講的有效的就是 比如像那個家居品牌 他就是做無效的溝通 他們每一年都寄厚厚的行路 給會員 我們做消費者調查的時候 問他的會員 會員都說沒有收到 那你的行路 到底寄到哪裡去 很奇妙 那所以他會變成有落差 所以客戶也不知道 他們有賣什麼 所以其實這樣子 經過才會形成所在 顧客心目中的品牌 我一接 那消費者觀點 還好這個客戶已經結案了 他們去年12月有新聞嘛 那已經跟我沒關係 我們大概輔導他的時間 就是四年 差不多四年 品牌台灣計劃也有走 第二年的時候 走品牌台灣計劃 那他就是從輔導前 大概四十塊到後面 股價蠻高的 但是不見得全部都跟我們有關係 但起碼 他們在品牌定位的方向上是對的 消費者有認同 那一開始第一年 我們就單純先從他們的內部調整起 因為我們協助他們轉型的時候 其實他們本身已經是算知名企業 大家都知道 那我們先從內部的整合 那他們本來公司內部就是各個三頭比較多 所以就會需要做品牌共識 我們透過一個工作營的方式去整合他們的意見 左邊那一位是第二代 然後現在的董事長 曾董 然後我們也透過讓同仁來參與整個改造過程去取得大家的公司 他們那時候公司大概不到兩百人 現在已經超過了 然後改造前跟改造後 我們也協助他們做一些品牌行銷相關的事情 那到第二年參與品牌談論計劃的時候 做一件事情是去整理他們的整體的系統 就是他們的產品線其實蠻廣的 那他們遇到一個問題就是有打廣告的會賣 按沒打廣告就沒人知道 那像從以前開始那個葡萄王林志王美麗十元有早開始 他們是打平價 就是單科的單價比較低 到後面現在他們訴求的就有點不太一樣 會去做改變 那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去歸納出他們的消費者 我們透過量化調查直化調查之後去鎖定下目標族群 那做這個問卷調查過程也蠻有趣的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是要從消費者的行為 或是動機去下手 就是到底這個消費者在購買這個保健食品的時候 整個市場來講他們的區塊跟族群是怎麼分 然後他們會怎麼做 那所以我們發出去的問卷就會有 你身體的病痛 比如說你最近眼睛疲勞啊 還是你那個自覺肝不好啊等等 然後消費者自己去勾 然後我們就從裡面再分類 就是說 他是病症比較多的 比較嚴重的 還是中間的 還是比較輕的 去歸納出來之後 再邀請他們來做面對面的訪談 然後從裡面了解到非常多的洞察 比如說講幾個品項 給大家參考 那個醫生菌 醫生菌類的 有一個消費者他因為那個有把那個膽割掉 所以他必須要吃這個幫助排便 但是這一種產品他有個特性就是 你吃太久之後會沒效 所以這一種消費者他沒有品牌中等多 他吃一吃他就需要換 但是他是長期服用的一個特性 然後我們也發現在裡面 就是像這邊有四個族群 我們去分類出來之後 發現其實每個月消費 對保健食品最多的 並不是他們一開始 企業想像的是銀髮族 而是那個年輕的女生 因為他們很愛漂亮 所以他們都吃膠原蛋白吃得很兇 每個月他們可以投資 一個月大概接近兩千塊台幣買 看起來是我們叫香性品 就是吃完還不知道有沒有效的東西 膠原蛋白吸收是沒辦法靠那個 對不對 但是他們就因為這樣子 所以後來在影響到他們的策略規劃之後 他們大概2015年做很多的產品研發 就是有戰爭女性族群 所以2016年你們會看得到葡萄王 開始出女性的產品比較用力 以前他們的產品結構 女生產品值佔了我記得是兩到三支 然後其他都是年紀比較大的 銀髮族的產品 所以從策略面然後公司體質轉型的調整 到後面延伸的調查 然後到後來他們做很多的整體的形象 所以今天分享大概就跟大家講一個概念跟重點 就是有六個 如果你們遇到題目太大的時候 比如說你的品牌有一定規模 或者是你面對市場很複雜 記得要把它切小塊一點 就是不要想一次都要吃 雖然我們每個客戶都說 當然是兩千三百多萬人都要吃 最好 但是不太可能 除非你是做一個非常沒有入門門檻 然後大家都需要的產品 然後第二個是品牌組織要團結 其實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總不能是一個人想要衝 老闆要衝 或者是裡面的品牌副總要衝 但是後面沒有人要跟進 所以品牌組織要團結這件事情是非常關鍵的 然後族群定位要具體 那要很明確的知道你的消費者是誰 然後價值訴求要聚焦 策略判斷一定要客觀 千萬不要因為 這支產品是我做的 它為什麼不好 這樣 通常這樣都會死掉這樣 所以你的策略判斷需要有客觀的東西去支撐 而不要只是盲目的因為喜好而去做選擇 還有就是溝通媒介要暢通 就是像剛剛那個家具品牌 它就是跟消費者接觸的溝通途徑 全部都是斷層 它又不下電視廣告 然後做的行路沒人看 然後消費者找資料的時候 他們是排名第三第四位 就是我找不到東西才去那邊逛逛 這樣就很慘 所以這個是我今天分享這個重啟品牌力的重點 這樣子 那這些 好 就是這個客戶 然後我們的案例 希望大家可以參考 那剛剛的簡報呢 可以在上面的這個網址 你們可以直接拍那個本子上面有印我的QR Code 那可以點那個品牌觀點 然後密碼是Jason 你們可以下載今天這個簡報 沒有在紙本上面的內容都在上面 然後這邊是我個人的Line 那如果大家想要交流 或是半夜12點來問我問題的時候 歡迎那個加這個Line 可以隨時為大家服務這樣子 然後我們還有經營一個媒體 是針對品牌相關的知識的 那我們寫在下面就是這個品牌字 你們在Google搜尋也可以直接打這個關鍵字 就會找到我們 那我們會定期分享一些品牌經營的知識 希望讓大家在學習上面有更多的想法這樣子 那我是Jason 那謝謝大家 今天分享到這邊 謝謝